看完了这条资讯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有关地税涨幅方面的一条消息 市长林布朗五月间已经宣布 新财年的地税平均的涨幅为2.9个百分点 日前议员George Wood表示 部分北岸居民的实际缴的地税远远超过平均涨幅 据介绍 北岸居民实际的地税增幅在4到5个百分点 住在赫贝斯克斯科斯等地的北岸居民 缴纳地税的涨幅在5到10个百分点之间 George Wood强调 过去4年间北岸部分地区缴纳的地税已经增长了40% 而在奥克兰南区和西区 不少地方的地税涨幅在2个百分点左右 低于平均地税涨幅 在Handerson-Messie-Vetacri-Ranges和Papakura等地区 地税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相关的议员认为 这是因为林布朗为了在南区和区区获得更多选票而打出的亲民牌 这位议员表示 支持上不少北岸居民的收入也较低 增幅过快的地税让他们疲于应付 据介绍 豪宅所有者因缴纳更高地税的动议 没有获得议会的支持 这是贫困居民不得部分担更多地税的原因之一 林布朗的新闻发言人表示 市长为地税增长不超过10个百分点 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这名发言人强调 采用统一的地税政策后 类似估计的房屋所承担的地税大致相当 这种办法确保了公正性 据介绍 根据议会长期规划 地税涨幅会控制在4.9个百分点以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